香港英皇娱乐一般歌手李毅朗、蒋亚文、永儿出席无烟唱家班卡拉OK总决赛 原本答应有份出席的郑希仪却因在有线电视程表演时的尴尬 被钱佳乐失手拉下裤子露出内裤的事而没有出席当天的工作 而换成绯闻男友吴浩康担任决赛的评审 身为正希好姐妹的蒋亚文也替对方感到不值 并表示自己当时身出现场 见到不幸的事发生时 她也忍不住喊了出来 不过却表示很欣赏郑希仪的屡战屡败的精神 事情发生后她还坚持把表演做完 对她的敬业精神大赞佩服 对她的敬业精神大赞佩服 吴浩康得知郑希仪出事后也立刻致电慰问 希望大家给她一些时间休息 同时还恳求媒体报道的角度不要对她有所重伤 看来郑浩康对郑希仪的关心绝对超出一般朋友的关系 还没有打电话给她 因为我觉得应该给多一点时间 她要去休息一下 然后如果她刚刚平复过来 我再打电话给她的话 我想不太好 希望更多媒体的朋友也给她多一点空间 因为我知道在她家留下有很多自己的朋友 所以慈好给她多一点空间去休息一下 所以还会休息一下 但你自己知道那段时间 然后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觉得非常不幸运的一种事情 但是也没办法 我觉得她很勇敢 因为她发生事情以后 她还回去做一个访问 我觉得她非常坚持